咱就是说,喝不了别喝,丝娃喝破了不说,那怎么还翻出了这么个玩意呢,可真是吓死爸爸。 不是我跟你讲啊,这是误会啊,这绝不是我的。 姐夫你别解释了,就是这个东西在床哪儿底下各都睡不着。 不是我跟你说,这个床它不仅是我睡,那个谁它也住过。 没事的姐夫,我都理解,毕竟你和我姐离婚这么多年了,也是挺难为你的。 哎呀,真是挑剧黄河也洗不清了。 姐夫记得下次请你好专场啊。 我操,你说什么呢?啊? 哎呀,怎么给我了呢? 哎呀。 那个老板,我啥没看见的? 啊,不是我跟你说,这事不是这个意思的,哎呀。 哎呀,老板,我真没看见,那我一会儿要下班了,能不能哪天家去喝酒吧? 我操,这事整的。 等等五多夜。 来来来,你来前面找我了,来。 这小丫头,骗我。 怎么了姐夫,找我有什么事吗? 给你来。 干嘛啊姐夫,你不会想和我用吗? 去你借的,这他妈根本不是我的,我没有这个牌子的。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你的了,这是我在张经理工卫上要的,他说这个东西招财我要了一个。 所以你在诬陷我,为什么呀,很有意思吗? 有意思啊,前一秒你答应我,离前才远一点,后一秒你就又去约人家喝酒。 啊,好啊,你在这等着我了哈。 Q,我还以为你喝多了,没睡醒,还关心的问你,想给你买礼物,合着你就这么算计我啊。 姐夫给我买礼物了,什么礼物,快给我看看。 啊,要鸡毛礼物了,啥都没了。 你姐夫最好,快给我看看。 哎呀,你先撒开我来。 啊。 啊,姐夫,你真送我丝袜呀,那我现在上给姐夫看看。 别闹啊,我他妈不看,还不是你自己,看看你的丝袜,都坏成啥样了都。 我漏了,应该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刮破了。 那姐夫你在这等我,我现在换给你看一下。 我不用不用哈,别扯的,没有用,我不看,我不看。 哎,兄弟们,看不看。